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敦马拉第的一句话 马来西亚这一个星期以来政局十分混乱 敦马拉第昨天也宣布 国会3月2日将会选新的首相 如果没有大多数议员的支持 就会解散国会闪电大选 他还表示任何国会议员包括慕尤丁 都有可能成为首相的人选 那么柔佛也成为了第一个变天的周数 这一期节目想要谈的并不是分析当下的局势 而是和大家来谈一谈这一次政变 一直出现的这个词后门政府 那么后门政府究竟是啥意思 在法律上究竟合不合法 你和我硬不应该支持 作为马来西亚人以及关注马来西亚政局的朋友 你一定要了解的事情 走后门在马来西亚有着不光明政大偷偷摸摸的意思 而后门政府这个词就代表着透过不光明的方式来组成的政府 一般是指执政联盟的议员挑出来原本的联盟 并且和在野党组成政府的情况 而后门政府这个词并不是普遍存在在世界政坛上面的 即使是西明氏制度的创立国英国也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个词 后门政府的情况主要是基于马来西亚所实施的西明氏制度有关 在马来西亚成为政府的基本条件 就是要获得议员里面多数议员的支持 因此一个政党如果获得议会超过50%的议席 那么这个政党就会成为执政党 而这个政党的党魁就会成为政府的首脑 这一点马来西亚和西明氏制度的创始国英国是一致的 当然基于马来西亚独特而且多元的国情 我们在操作西明氏制度上究竟和英国有什么差别呢 在英国执政党一般是指单个党 但是在某一些时候比如说卡梅伦首次担任首相的时候 英国就没有单个党拥有超过50%的议席 因此卡梅伦和自由民主党联盟 并且委任他的党魁成为英国的副首相 组成了联合政府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的是 英国的政党联盟是在大选之后 在卡梅伦确定自己没有拥有50%的议席之后 才寻求联盟的 英国这样的操作主要原因是因为英国的社会主体民族十分鲜明 而各地移民必须要融入这个国家 因此对于英国来说 国内政治只需要注重和重视左右两派的斗争 虽然左右两派各自有升检 但是大选的时候人民都会有妥协 所以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党超过半数的议席 卡梅伦和克莱格联盟也是从丘吉尔二战时期内阁以来的 首个联合政府 那么对于马来西亚的状况呢 马来西亚就明显的不同了 马来西亚的各族之间的种族比较多 而各族之间又有着不同的政治需求和政治的意识形态 而且各个地区比如说东马又有不同于西马的政治诉求 因此当各政党在选举前就意识到自己是无法独立执政的 就统治马来西亚60年的国政来说 2004年大选算是国政大获全胜的一次 而当时国政最大党巫统也仅仅获得109系也没有到一半 距离独立执政还差3C 也就要依靠国民阵线内部如马华工会和印度国大党才能够执政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演变成马来西亚的政党们 会在选前就先讨论合作 组成联盟对抗联盟的局面 而这样的问题就是各个政党为了某一些共同的利益 而做出妥协放下分歧合作来对抗另外一个联盟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两年前的5月9日 马来西亚选举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候西门内部三党的公正党 行动党还有承信党 三党放下了过去平级敦马哈迪的立场 呼吁支持马哈迪成为首相 以换取一些右派马来人的支持 来达到改朝换代换下前首相纳吉的目的 而当这个目的达成之后呢 代表右翼的马哈迪则无法忽视 他们内部土族团结党马来右翼的呼声 而且这让西盟竞选学院内的一些华裔 十分重视的承诺 比如说承认独中同考都举步难行 另外为了安抚右翼马来人 希望联盟还两次默许了以马来民族为主体的会议 就是所谓的尊严大会 导致华裔也希望举办以华裔为主的会议 而这场以华裔为主的会议又遭到政府的劝诫而取消 从而导致了很多西盟的铁干支持者 心灰意人 希望后任首相尽早上台 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原本的希望联盟政府就被撕裂了 代表马来右翼人士的土族团结代表 退出了西盟 西盟瓦解了 而这群原本属于西盟的右翼人士 希望和在野党组成新的政府 由于在野联盟在上一届选举上 是被人民透过选票拒绝的 因此假设从西盟出逃的议员 和在野党组成新的政府 许多马来西亚人民 尤其是上一次支持西盟的选民 就认为这是出逃议员的背叛 新政府并没有在选票下产生 而是通过议员操作而组成的 因此也被冠上后门政府的称号 其实议员出逃和在野党组成联合政府 在马来西亚并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2009年 马来西亚霹雳州就出现了这样子的情况 当时候霹雳州是由希望联盟的前身 人民联盟执政的 当时在选举后的一年 人民联盟中的三名议员 宣布推出州政府联盟 并且将与州在野党联合组成新的政府 在当时候这个情况也被称为走后门 当然这次的情况是马来西亚历史上 第一次出现联邦政府 因为议员出走欲走后门而瓦解的情况 依照马来西亚的国家宪法 和参照西敏市制度的惯例制度来看 后门政府并不是完全非法的 马来西亚宪法第43条就说 最高元首在确定了首相候选人 拥有国会的信任以后 就可以委任其成为马来西亚的首相 所以换句话来说 首相人选并不需要来自任何一个党 如果一个国会议员可以表明 自己拥有最多人数的支持 那么元首就必须委任他成为首相 因此敦马在2018年5月9日获选之后 得到支持成为了首相 而2月23日的政变 实际上敦马迪也获得了足够的票数 只是支持他的议员从西门变成了政变派 换句话说政变变得不是首相 因此首相在法律上只需要重组内阁 就可以完成这一次所谓的后门政府的政变 因为我们推测这一次政变想要推翻的 并不是首相 而是后任首相安华 这在我们之前的视频也有提到 那么有的人就认为 首相必须在这个情况底下解散国会了 但是事实上也不一定 因为根据宪法42条 首相只需要在失去国会支持的情况下 向元首提出辞职 并且建议解散国会 但是敦马哈迪并没有在这一次的政变中 失去国会大多数的支持 因此他也没有法律义务来解散国会 当然这事情在这几天里面发生了很多变化 因此组织后门政府并不是完全违法的 但是后门政府依然存在很大的民主和道德争议 这一点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后门在马来西亚其实并不是少见 还有一个后门的情况 就是成为部长 在马来西亚 部长必须来自上议院或者下议院 下议院议员是选举所产生的 上议院则是被政府所委任的 在马来西亚很常有一些政治人物呢 因为选举失利 但是所属于的联盟胜利了 因此被提名进入上议院担任参议院 进而被委任成为部长 这个情况在马来西亚也被称为走后门 一般而言 就算出现后门政府 假设原任首相没有要求选举 那么元首必须接受后门政府所推举的人选 而由于这一次情况十分特殊 基本上在世界上所推行西明寺制度的国家 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因此国家元首如何使用法律是很重要的了 当然元首还是要受到法律的限制的 绝对不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首相当人选 所以在元任首相没有要求大选的情况底下 他必须确认谁拥有多数的议员支持 才可以委任他成为新的首相 这也是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在这几天 个别来见国会议员的原因 当然议会制度下元首一般是会见党魁而已 但是由于这一次政变涉及的范围广大 而且很多议员都签署支持两边甚至多边法律的声明 而各派都宣称自己拥有多数支持 因此元首透过这样的动作来确定谁可以成为首相 是合乎法律逻辑的 最后就留下一个思考题给各位 如果马来西亚成功组成这个所谓的后门政府 对马来西亚政坛往后的发展和人民的诉求 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欢迎你把你的思考留在下方的留言区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如果你有使用Instagram 欢迎大家可以followmaxley.my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做得还不错 感谢大家给这个视频按一个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国际大理台每个星期和你讨论一则 具有争议性的实质议题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